我是林小璐 第七屆選委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 我本身是一個城市科學師的背景 但是這麼多年其實我都做很多不同的社區的活動 文化、保育、環保土地房屋都是我自己投入的時間多的活動 我亦都希望往後在議會裏面 這些都會是我比較關注和主打的範疇來的 我長大了21年的我們四兄弟姊妹 爸爸雖然讀書很厲害 但是當時戰士的時候他都沒有辦法要養家 中五畢業就算成績很好 就去了一間茶樓做掌櫃 我媽媽她有糧茶樓 所以我們小時候整天都在糧茶樓 我們是一個這樣成長過來的環境 正正是這樣 我們對於香港整個發展的過程 那個感覺又很不同 尤其是小時候我們經常回鄉下 所謂竹君祖安的毛巾 聯起它成為一個袋 袋裡面的餅乾、糖回到鄉下 以前回鄉下也都比較困難 香港就要搭所謂夜船 去到澳門凌晨再轉內河船 去到江門踏三個小時的單車 坐單車尾 真是啪啪開花的 你可以說充滿挑戰也都是充滿樂趣 我們要知道什麼叫鄉下 我和鄉下的感情不是純粹兩個字 有跟的有關係 譬如我說我沒有一條火龍 原來火龍的珍珠草 只是東莞才有 我自己的主要課題都是圍繞土地坊 完善選舉制度以後 我估計應該會順滑一些 但順滑之中的方向一定要對 還有很多時候解裂或者解鎖 要知道怎樣解 我們不可以抽離社區 究竟需要什麼 最容易觸動媒體或者社會情緒 就是一些文化保育的事情 潛意識上我們和大地和歷史 是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就這樣一個硬件 它是一個載體 但正好火龍館又給了我這個機會 火龍在大亨武 它有它很長 一百四十年的歷史的淵源 起點一定是在蓮花宮開始 其實在我後面的就是蓮花宮 也是一個法定古蹟 百多年前就是海邊 大坑也是海邊的一條村 這個百多年的歷史 我們看到香港其實就是 一路往外伸延 一路去發展 有人我們才有社區 怎樣是人的關係 才是我們的文化成全裏 最重要的一個考量 這條龍每年沒有一次 它都沒有一個家 這個項目正好給它一個家 可能香港是第一個試點 但往後我覺得應該可以多做很多 我們往後的道上的工作 串聯的工作 是不是應該要跟蓮花宮連結呢 大坑是一條客家村來的 大坑道上面有一個叫虎泡別墅 借助一個點呢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連結它呢 這個就是大的社區 那個歷史 我希望可以投射一個印象 就等於我今天這樣 我們立起三袖 在地區那裡做一些事情 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開心的 享受到那個結果 這個就是我希望市民 認得我 記得我的地方 Zhao 嘩